新疾館動物保護 公益所基盤體驗多年 讓民眾來參動物作團 又做回豆餅嫂 希望讓大家了解 吃動物的職業 也希望能夠多人 來做幾天照顧流動動物 來到動物公益所 專門照顧各位的企業 大家手提工具 專心餅嫂 另外一邊是負責 公仔散步保養感情 裡面還有來自 南海的外國朋友 今天我來這裡學習 如何治療的動物 但也要教導新疾和台灣 關於南海的動物 領養就是代替購買 然後也希望大家 看到流浪動物 如果有受傷的 有什麼需求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打電話 通知志工可以來協助 所有的保護動物 有這照顧動物的職業 動物職業這個工作 其實最重要的是 愛心沉耐心 有時候真的是在像 照到一個小孩子 這樣的對待他們 自出愛心光好 他是知道的 來認識說照顧狗媽 不是那麼輕鬆的一件事 不是說只有帶牠溜狗 然後看到別人漂亮的狗狗 就很開心 然後就覺得養狗很好 事實上他要照顧牠 要拔死馬尿 就是要有牠的那個辛苦的地方 經過一天的體驗 大家除了對動物有更輕的欣賞 也知道照顧動物不簡單 動物保護 讓牠能夠幫助 讓牠們鼓勵鼓勵 家裡如果想要養 動物保護 可以先來做祭工 讓照顧牠的目標 記得在關頭 先到訪